虎晨 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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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小月高空 今天呢难得来到我们的穿搭系列 说实在就是疫情期间我想 应该没有人在乎穿搭这件事情 不过反而因为疫情让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两个月没出门 裤子都穿不下 疫情期間大追劇 然後最常帶的地方就是床跟沙發 沒有其他地方的 肚子的油 大腿屁股的肉 整個都炸出來 但是不能再這樣下去 所以我一邊減肥呢 但是還是要一邊的 就是靠穿搭來修飾我自己的身材 今天的主題呢 其實就是 洋裝的顯瘦穿搭 我自己認為呢 如果變胖之後呢 洋裝是最容易遮肥顯瘦的東西 還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配件 如果你是想要靠洋裝穿搭 然後遮肥顯瘦的話呢 有幾個重點 可以先聽一聽 第一個重點就是 不能胖太多 如果你真的是一下子爆肥太多了 那真的也沒有辦法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版型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每一個人會胖會瘦的地方 都不一樣 那你要去根據你胖起來的狀態 去選擇修飾的衣服 因為我真的不高我才160 半截的洋裝 就會很明顯的看出我的腿在哪裡嘛 所以我就會利用 長洋裝來修飾我的身高這件事情 搭配一些 微微偷偷增高的款式的鞋子 就可以讓我整體的比例拉很長 所以看起來呢 就不會那麼的 A不一對 洋裝跟一般穿搭比較不一樣的是 洋裝的風格很單一 布料色系也很單一 一般的搭配我們會有上衣跟褲子 利用不同的材質不同的風格 所以在挑選鞋子跟包包的地方呢 也會顯得比較簡單 可是因為洋裝實在是風格太單一了 所以包包和鞋子的搭配就會很關鍵的 要求也會比較高 如果在顏色跟風格上沒有達到統一的話 整體就會顯得很不協調 所以今天的穿搭也會一併分享 包包跟鞋子的部分喔 第一套穿搭呢 就是我們的法式黑白 這套呢是我在淘寶買的 折合台幣算的話大概是350塊錢的台幣 我覺得這一件的質料非常的好 而且CP值很高 淡米色搭配這個黑色的印花 它的印花這樣子顯得非常的不俗 我這一套呢走的是那種 法式女孩呢會有那種優雅 但是又有點慵懶的感覺 所以這一套的版型呢 就是非常的簡淵 然後比較氣質跟淑女的款式 它雖然說有一點點的容易沾黏汗 臭味跟不透氣 但是其實它整體上來講 它的布料是非常仿重 非常垂坠的 從腰線下去到裙尾的那種飄逸的垂坠度 是對於裙子來說非常重要的 而這一件裙子呢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它穿起來就會非常的顯瘦顯高 它的領子呢是有一點點做小小的圓肩領 如果是只有肩領的話會感覺太銳利 圓領的話又會少一點那種優雅感 再來肩膀的部分呢 它有做一點點小小的膨膨裙 所以可以讓你的肩膀呢這邊呢 可以這樣撐起來的感覺 不會覺得很沒精神 再來它的袖子是做這樣子有一點燈籠袖 膨膨的袖子 所以可以修飾我的手臂超級粗 完全可以修飾 在袖口的地方呢有做一個鬆緊設計 這個的好處是它可以只露出你手懷的部分 這邊手懷照常理來講 關節我們的四肢看起來最容易顯瘦的地方 再來要顯瘦的重點呢 還有什麼就是腰線 大家都知道腰線的比例非常重要 它可以讓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有效的被分割 這一條呢它在腰線的地方也有做設計 它是一條非常細然後同款布料的 那它坐的位置呢也非常的特別 它坐的位置其實是在腰後的 它不是坐在邊邊喔 它是坐在腰後這個地方 不管你是往後綁的時候呢 你的衣服中間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抓皺感 而且那個抓皺感會是顯瘦的 如果從兩側這樣拉過去的話 會顯得太過緊繃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裙擺 有沒有注意到它的裙擺做得非常的大 這麼大的這麼膨的裙擺之下呢 你不管怎麼走你都會顯得很飄逸 那配件的部分呢 我就搭配了白色的黑狗的foss 跟巴黎世家這個有點像是夜餐包 這雙foss呢我覺得它蠻特別的 你仔細看一下喔 它看起來是白色 但其實它的鞋底是有一點奶油色復古底的 所以我拿來搭配這一件衣服的這個復古的顏色 我很喜歡很素的foss 全版的基本的是一定要的 如果再挑一雙的話 我覺得會挑黑色的 因為黑色實在太好搭 非常的簡約而且很高級 那包包的部分呢 你看我也是搭配一個 你看它們兩個也是天作之合 就是它也是奶油色的包包 帆布包 然後搭配黑色的線條 那它四邊呢有這個做牛皮的皮革 呼應我腳上的這雙foss的那個皮革logo 其實這個包包也是長得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像便當包 野餐包的感覺 所以就會有一種 慵然的下午 然後帶著它去野餐的感覺 一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你可以這樣子穿搭 第二套的洋裝呢 就是來自於人氣youtuber Meg的自創品牌 就是這個品牌 叫做Mini Mathers 這件衣服呢是他們 今年算是年初的時候寄給我的公館品 那時候我一穿我就覺得非常的喜歡 現在已經沒有販售了 它現在已經下架了 那其實我自己是覺得這件顏色呢 非常的好看 因為它就是有那種錢卡鉗 它的材質是那種 有一點點彈性的這種織布 然後布料的感覺是非常的厚實 可是不是悶熱的那種 它在林口的時候做了一個這種 有點像是襯衫感的設計 但是又有點工裝感 我的肩膀在這裡 其實我的肩膀算蠻寬的 那它呢在設計的時候 它故意在這個肩線的地方 往內縮一點點 所以視覺上你的肩膀呢 就可以修飾小一點 因為我不是太短 所以我自己在穿的時候 這一顆扣子我就不會扣 我就會讓它露出來 就會修飾我的脖子的面積 如果你的狀況跟我一樣 可以參考我這樣穿 這一件的版型跟這一件的材質 顏色 我覺得雖然說是蠻像現在很流行的工裝感 不過它因為它是裙子 它想要讓裙子多了一點女孩 少女的感覺 它呢把很多的東西都選擇藏起來 例如說一般的襯衫呢 就會直接露出扣子 它多了一塊這個 去修飾這個扣子 所以就會讓這件衣服呢 正式之餘呢 多了一點輕鬆的感覺 它在腰線的部分 它是用兩條抽繩去做綁帶設計 左右這樣拉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種腰風的感覺 所以在顯瘦的部分呢 就會做得很好 那這個腰線設計 它是做在前面的 所以我在綁的時候 我就是也不會綁特別緊 但是從前面看的話呢 就會看起來非常直瘦 手臂很粗的人 在挑選上衣的布料 如果你要露出你的胖手臂一點點的話 建議一定要選這種硬挺的布料 如果軟的布料 絕對是要超過手肘以下才可以喔 這個長度大家要記得 裙擺的部分呢 它的裙擺只有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非常修盛的A字型 然後它後面還有做一個小小的開叉 所以在活動方面就會比較好 裙擺的長度剛好是在腳踝的地方 所以可以露出你整雙腿最纖細的地方 整個恰到好處 那我今天搭配的呢 是這一雙粉紅色的Dunk 這一雙粉紅色的Dunk 它就是整體就是暖色調的 跟這一件衣服的顏色色調是非常相搭的 要在Dunk上面遇到這麼完美的配色 這麼可愛這麼夢幻 不死亡Bobbi粉的顏色 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所以我才選擇要買這雙鞋 然後把它收藏起來 這個包包的部分呢 我今天想要搭配的是這個 Dunk的包包 不過我搭配的是粉紅色的 它的粉紅色跟這雙鞋的顏色非常之搭 然後它的風格 也跟我們今天的這一套非常的像 它就是有一點點的那種鈕扣啊 那種小小的工裝感 我跟你們講 魔鬼都藏在細節裡 很多東西你都要仔細思考 它的顏色 它的材質 它的風格 它上面的花樣 是否跟其他的東西有搭配 你今天想要傳遞出來的靈魂是什麼 這才是搭配的精神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套 童趣男孩洋裝風 超級顯瘦的求生 第三套是我最近開始嘗試 我真的蠻喜歡的一個風格 我稱它為 雲朵上的女鬼風 第三套呢 就是這一件裙子 這一件衣服 不是我在淘寶買的 上面是寫 法式氣質 力領 折合台幣大概300塊錢 它整套呢 就是走這種 浪漫的蛋糕的感覺 只是呢 我覺得這件有一點點小小的 最不適合我的地方呢 其實是在於 如果你本身脖子線條非常美 脖子比較長的人 來穿的話 就會非常好看 很優雅 但因為我脖子實在是太短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就會又把我的脖子給截掉了 這是唯一小小比較不適合我的地方 你看一下它的肩線 像我現在身上 它是非常宮廷風的一件衣服 所謂的宮廷風就是有那種 歐洲皇室的感覺 肩膀這邊會有個膨膨的感覺 那這件也是 它在肩膀這個膨膨做得非常的膨 而且你看到它的袖子 多可愛 它的袖子中間竟然有一個縮口耶 你知道這種縮口 它只縮一個是非常好的 而且因為它布料很挺 它做這個縮口 就會讓你的手臂是看不出來的 我跟你講這件裙子真的是 只有讚可以形容 來再來看一下它的超級大裙版 它裙版有多大 它裙版 哇 這麼大耶 像你的床單一樣大 這一件呢 它所有的扣子都是做白色的設計 基本上是隱形的 看不太出來 所以這一件的版型 我自己非常喜歡 唯一的小小缺點就是 這一件的布料能比較容易皺 雖然說我覺得皺看也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上面本身蛋糕的部分已經超級無敵多抓皺 所以你微微的皺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話 你還是可以躺一下 我搭配的一樣是像雲朵般的包包跟鞋子 我現在講一下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呢 是一個很可愛的白色的反路包 我在淘寶箱買的 然後它中間呢有做一個抽繩的設計 有一種小女生的可愛感 這個我蠻喜歡的 這一雙鞋就是我今天搭配這一套的靈魂 我跟你講 穿這套洋裝就是要搭這一雙忍者鞋 它上面這邊有做一個那種蓬蓬的那種 很像枕頭的凹陷啊那種設計 所以它整個視覺感你就會覺得是圓潤的 然後你看它的邊緣 它的鞋底也是做這樣子 很像雲朵般的設計 它根本就是藝術品啊 超級美耶 第四套呢 這套的理念是脫俗的禪念 所謂的脫俗就是 我想要有一種出家人那種 那種乾淨脫俗 拋棄紅塵的那種感覺 上衣呢 這件裙子也是我在淘寶買的 這件大概台幣300塊錢 非常的便宜 它的布料呢 非常的垂墜 很好看很厚實 只是因為畢竟它是便宜貨 所以這做工就沒有到很好 它的線都是單車的 就做的比較隨便吧 就是都只車一條線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這樣子 線頭在裡面 但是它就是300塊的衣服 首先來看一下它整體版型 它的這個領口是做超級大V領 大V領可以怎麼樣 可以露出我們最瘦的鎖骨 所以這件衣服就是在這邊做到顯瘦 然後在於旁邊它的袖子 我覺得設計也是很特別 我第一次看到衣服 就是洋裝的袖子可以設計成簡型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羊毛大衣有簡型大衣嘛 可是我第一次在洋裝上面看到 袖子可以設計成簡型的 它是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這樣子的弧度 然後它的袖子非常的寬大 它其實不容易皺 就是它的布料設計是蠻好的 你看它的這個 有一點點的小細節 你們有沒有看到 在它的這個領子的地方 它這邊做一個雙重的設計 前面有一個自然的抓皺感 不會顯得太無聊 光澤感 陰影感 我覺得是蠻高級的 我覺得這件真的太顯瘦 又太好看 而且穿起來真的非常的舒服 搭配的鞋子跟包包呢 登登 是這兩個 包包呢 我搭配的是這個 軟材質 有點...你知道嗎 真的很像出家人會背的 這個是我在UNIQLO買的 造型非常的簡約 就是一個半月型 然後容量又蠻大的 又很好裝 這個包包裡面竟然還有小格層 而且可以調長度 鞋子的部分我搭配的是這一雙 New Balance 237 但這一雙比較特別的是 這一雙是他們跟NICO M的聯名的 它是淡奶茶色 然後它是做擠皮跟這個透氣的這個 織布的拼接 Logo是皮革而且是白色的 整體的色調呢非常的輕盈 而且重點是它鞋體是用這個 非常高級非常可口的焦糖結底 我今天搭配的所有鞋裡面呢 這雙鞋是穿起來 腳感最舒服的 不愧是New Balance 重點是這雙鞋還有偷偷的增高 增了這麼多 我覺得這雙鞋真的是 二三七裡面最美的一個配色 目前我最喜歡的一個配色 最後一套就是我從頭到尾穿到身上的這一套 就是黑跟白 然後自以為就是千金小姐 所以我穿了一個 我覺得這套看起來就是稍微有錢一點啦 就會感覺家境比較好 它是叫做娃娃領氣質斷面襯衫 這一件呢我跟你講 這一件竟然比剛剛的洋裝還要貴 這一件要四百塊錢 它的質料其實是 雖然是蠻薄的透的 只是因為就是便宜貨 你看它的線頭有多少 這線頭 這線頭 這不行耶 一穿出去人家就知道你是冒牌千金 我覺得買這種衣服 真的自己要重新檢查一遍打理過後 之後才可以穿出去 好然後我覺得很喜歡的設計是 它這個蓬蓬秀的設計 所以你看有沒有覺得 我的肩膀是這樣立起來 因為現在我跟你講 要顯瘦 你注意看那些韓國的ONI 他們都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這邊 他們的肩膀是非常的直角的 那如果你本身垂肩的話 你就會很適合穿這個去修飾你的肩膀 讓你的肩膀是這樣 被抓起來的直角尖 然後顯得你這邊很瘦 然後肩膀很立 看起來就會很顯瘦有沒有 它的領子也做得蠻可愛的 蠻大的 就是比較誇張的感覺 有點浮誇感 可是呢因為這是全素的白的 也沒有什麼做做的小蕾絲 它就是素面的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太過奇怪 那我搭配的裙子呢 是現在非常流行的 那種很韓細的 這種很像睡衣的這種一片裙 我這一件呢是在居屋買的 非常平價 這件裙子我覺得是蠻顯瘦的 因為它下面下擺是整個是這樣 它不是做和聲的 其實如果你身材好的話 這種這件衣服也可以搭配 黑色這種裙子 但是是和聲的 也會非常好看 那我今天的主題就是黑跟白 所以我搭配的包包跟鞋子 也就是黑跟白 包包的部分我搭的是 就是這個Prada這個黑色的 那這個是這樣可以肩膀這樣子背 你們有注意到嗎 它的這個鏈條金屬是銀色的 所以在鞋子的部分呢 我也選擇這一雙它的金屬 也是銀色的去互相呼應 如果你今天包包是背銀色的五金的話 所有的飾品都要是銀色的 這樣才可以搭配到 絕對要避免又有金又有銀 這樣子就不好看 鞋子的部分呢 我搭配的是這一雙Taba涼鞋 因為穿裙子一定要搭配到涼鞋啊 它呢是黑白相間 然後它在下面的部分 做得非常的厚底加厚 這厚底看起來好像很硬對不對 其實沒有 因為你看它上面這邊 它有多做了一層 在最上面這一層的部分 它其實是軟墊 所以其實它走起來腳感是很舒服的 而且這雙鞋穿起來會比較顯瘦 因為它把你的腳 整個大面積全部都露出來了 而且它算是涼鞋裡面 算是比較簡約也比較休閒 有氣質的一個款式 好啦那我今天分享的這五套呢 大家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套 覺得我今天搭配的真的很好 真心的覺得 我的搭配技術有進步了 很開心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幫我按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大家如果還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主題 也歡迎留言跟我講 下次再見 掰掰 你還翻過來那我摸 你還在撒嬌 你還在撒嬌